大家好,我們為大家帶來全新自家150顆石頭 林黛玉抽卡機的實戰後分析 手機上的懶人包 我個人覺得這個系列可以直接跳過不一定要抽 除非你是很喜歡玩獨特速刷隊伍的人 因為這個系列最大的價值就來自於林黛玉 他最大用途就是他作為隊長可以直接拉角色珠 一直有一combo 偵半的消除 如果你劇本想要我的話 其實速刷起來是真的蠻快蠻輕鬆的 再來他的技能最大的價值就來自於他這個連擊護盾的武士 不用追打也可以直接無視這個連擊 可以省時間 想要通關舒服一點的人 確實可以抽也是有價值的 這個系列抽完確實有符合150顆石頭的價值 但結論你只是一個剛抽完新年黑金不想出職的人 石頭低於300顆的人 真的別碰 這個系列就是有抽有加分 沒抽也沒差 只要你有抽新年黑金或者是你近期有一線的隊長 比如說什麼暗龍黑金 有能玩的東西就好了 但你有一個能玩的隊長 就真的都不用抽這個系列了 我們先來聊一下林黛玉 這張卡片一定要消整版 沒消整版的話大概傷害會少個2倍以上 看你的雙隊長的組成不一樣 那其實沒消整版的話也是有一定的傷害啦 大概會平砍來到2-3000億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就要開一些常駐增傷 這一隊的重點就在於 你要去看關卡有沒有那種不能手消整版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數字盾啊 所以把那些盾牌解決之後 剩下的就可以直接舒服 都一直一combo去速刷了 所以實際上面通關起來 只要劇本寫好的話 其實林黛玉作為隊長是真的還 我實設起來是真的還蠻強勢的 本身他隊伍的技能輪轉也是相當快的 他透過削這個福祉位置 每回合可以幫腰跟魔減CD跟加EP 更甚至可以搭配這次的小獎成員員 每回合還能夠再減CD 所以這隊其實輪轉是相當快的 技能可以一直瘋狂開 所以這隊真的要講的話 他速刷起來會相當的給力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玩這種懶人速刷隊伍的話 林黛玉是真的可以考慮去抽取的 他絕對有符合這個150顆石頭的這個價值 大概是這個潘金蓮的部分 潘金蓮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暴力超級多 對於隊長大概能夠平砍5兆到10兆之間 塞個一兩個常駐就可以到10兆了 完全沒有任何魔族隊長的話 潘金蓮是勉強可以替代的一個魔族隊長 但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基本的魔族隊長 比如說像是拿破人之類的 你可能就不會想要玩這隊了 因為這隊也就只有傷害而已 沒有什麼生存能力啊 一進場的話會給敵人兩回合的這種控制 但敵人無法控制的話你就很慘了 實體起來大概只有十幾萬而已 而且完全沒有減傷也沒有當勢 唯一有擋死的東西在於他的主動技能 他的主動技能其中有一個二技能是 可以把敵人的傷害減到69 你只能靠這東西去擋死 如果你今天潘金蓮不能開主動技能 或者是他有一個無視減傷的先攻 潘金蓮就直接掛掉了 所以潘金蓮就是一個玻璃大砲 那作為隊員他唯一的價值的話 大概就是魔族少數的無視著樂地形的這件事情 不過無視著樂地形這件事情 需要靠他的一技能去讀 他的主動技能的邏輯是這樣子 每次開一技能就會觸發隨機的二技能 那這二技能有三種會給你其中一個 然後換不同的二技能 你就只能再去看一技能 把你的二技能給換掉 那二技能只要在你沒有開一技能的前提下 他就永遠只會是那個二技能 所以你可以洗到你自己想要的二技能 再去開二技能 那這個二技能看起來目前除了檔史之外 另外就是解星珠盾或者解卓樂地形 這個比較有用 如果你今天不怎麼執著一定要玩純魔的配置的話 其實在上個版本就有一個免費可以解無 卓樂地形的功能卡 就是這張螞蟻 所以如果你只是抽新年黑金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這張卡片去解卓樂地形 這張卡片的價值就真的在於純魔而已 而且在純魔裡面他作為隊員的話 還可以幫魔族去增加攻擊機制 這張卡片確實有辦法加強純魔族的一個上限 所以我會說就是這個系列抽起來就是加分 但不是必須的 尤其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你有過年有抽尼路啦 或者你原本魔族的拿破仁的話 其實以解魔族成就 或者是你單純要通關 你已經有很強勢的隊長了 我沒有多的石頭我真的不會考慮去抽這個系列 那這個小獎其實也蠻厲害的 像陳圓圓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幫妖跟魔剪CD 但這張其實跟樂樂的定位是一樣的 就是樂樂他雖然說也是一樣可以常駐的幫隊員剪CD 但是有真的每隊都需要樂樂嗎 這個問題我覺得每個人答案不一樣 那我自己實測的結果是 我玩新年黑金其實很少塞樂樂 所以說這個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陳圓圓他最主要價值是加combo 常不加康跟幫妖跟魔剪CD 但正常的配置來講 就這種解CD的只能說是加分 那這張的話 則是無視弓潛盾就還蠻普通的 雖然魔族還可以帶的一個功能卡 這張解無數極盾或者是可以直接轉固板 還行啦 那這張的話正常來講是沒什麼用 CDE可以轉一隻行的新珠 但那個新珠是風化珠 有蠻有趣的想法提供給各位喔 這張卡片可以搭配牌珠的功能卡 你不想牌的話就可以撞那個風化珠結束牌珠 這大概是我覺得這張卡片最有料的一個用法了 除此之外這張卡片就很普通 所以其實這張小獎你會發現到 無論是大獎或是小獎 這次的抽卡機 抽了就是加分而已 那至於是不是要複製人呢 目前看起來都不用 割一張其實就真的很棒了 那其實這個系列還有一個不推薦大家這麼急著抽的原因 在於官方好像有說溜嘴 但是雖然說這個官方後來證實說不是 但他們說好像有可能是模組 下一個合作可能是模組 我覺得這句話大家可以先放在心上 然後我們先假設下次合作真的是模組的話 那這系列不就很尷尬了嗎 一樣是模組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觀望一下 以上就是我對於這個系列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有跟我看法不一樣的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想看到更多什麼讚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別忘了按個免費的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還有對,看看影片見不會 我們見好看 我們見不見 還有幾個暖呻 我們見不見 在影片見不見 大家見不見 很紅 大家見不見